Hello 兄弟们 我是Ryan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那么在开始之前 兄弟们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一定要给我的视频下方点赞 这是你们对我最大的支持 那么同样 刚来的兄弟们 新来的一定要点击关注 并且打开你的小铃铛 这样你不会错过我每一期的内容和干货分享 那么想要咨询我的兄弟们 也欢迎你们添加我的联系方式 我的微信 ryan91cd 或者是我的line ryan91cc都可以 那么今天是一期非常特别的案例 这个案例是跟撩妹完全没有关系 是一个长期关系 婚姻关系的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废话不多说 马上来看这个粉丝学员的案例 那么这个兄弟他说 我其实对把妹什么的没有啥需求 因为我现在已婚 并且很爱我老婆 但是我现在的问题 一个是经常跟我老婆吵架 然后对自己现在的状态很不满意 就是很懒散的一个状态 对自己的自信在逐步降低 我害怕我逐步丧失一个自我 我今年32岁定居 今年初刚从一家公司离职 现在在做一些白酒的生意 我家里经济情况还可以 在有房有车 我有一些目标 但是整个人生的状态就是很摆烂 然后在跟我老婆的长期关系上 我想去好好维护 但是跟她结婚五年 一直大大小小的争吵没断过 好那么这个案例 她有点意思 为什么 因为是一个长期关系的案例 我相信兄弟们看了听了之后 从表面上我们认为 是不是她的心态状态出问题了 那么也有些人可能会认为 你情况都这么好 为什么要去作 也有很多人看了以后 他也会去认为 我在五年的婚姻当中 大大小小的争吵 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 那么很多人 他其实看不清 这个兄弟背后的心理是什么 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从心理学的角度 我们来看一看他的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这个案例当中的 一些比较具体的地方 首先是这个兄弟 他很焦虑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描述出来 他的条件还是很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 在这样的一个超一线城市 他能有房有车 还有一部分稳定的收入 其实这个条件 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但是他没有在这段关系当中 婚姻当中得到认同和认可 所以不满 但是这种不满 有可能是他老婆对自己 就是对他的不满 他老婆对他不满 在方方面面 那么这个具体的细节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很明显的是什么 他在关系中 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认可 他讲的关键 他说我害怕没有自我 他老婆可能会离开他 这个背后的本质 就是失去这段关系 失去他的婚姻关系 或者婚姻关系遭到破裂 那么同时 害怕被抛弃的焦虑 反映了他对他老婆的 依恋程度是非常高的 他强调了说一句 我很爱我老婆 内心会有很大的一种不安全感 那么很多时候 我们看见的吵架 其实是这个人 想要通过跟他老婆去吵架 来确定他老婆是爱自己的 或者用一个 能不断地去获取 他老婆关注度的方式 那么很多时候 如果没有嫁可以吵 如果他老婆在做自己的事情 很多时候在关系当中 他会感觉到 我是不被我的另一半关注的 他是不是不爱我了 他是不是不在乎我了 他是不是没有那么的在给我 我需要的这种认可 所以他通过吵架的方式 制造冲突的方式 很刻意的去这么做 为了来确定 我的老婆还是关注我的 还是在乎我的 那么我们知道 在关系当中 如果没有吵架 毫无冲突的话 明显证明一方或者双方 都已经不在乎了 所以这个是一种 他去试图去得到 他老婆关注和爱的一种方式 那么当然了 他自己对自己的状态不满意 懒散 自信降低 人生百烂的这么一种状态 这个东西是因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是因为 我们对自己的生活目标 没有一个规划 那么在生活上面 其实也没有达到 自己理想的目标 影响自己的自信 那么人生中 失去这个目标 影响到他自己的自信 但是对长期关系当中 他又想维护好这个关系 但是他一争吵 跟老婆一吵架 他就容易丧失自我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矛盾很矛盾的一个点 那么我们讲第二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就是他的自我内在的这种自我的冲突 那么我们看他在有房有车 他的基本生存条件已经得到了一个满足 但是他选择躺平了 这个是本我的意愿 但对自我状态不满意 其实是对超我的一种要求 他自己内在超我的一种要求 因为我们知道 有小我 有本我 有超我 这个东西对自己状态不满意 在对自己非常严格的苛刻的要求 自己不能这样 其实是对自己超我的一种要求 他的超我出来了 那么本身是本我跟超我之间的一个矛盾 就是他自己的本我已经觉得 你看我现在已经很舒服了 我现在什么东西都满足了 我就可以舒舒服服的享受生活了 我可以躺平了 但是他的超我又不允许 说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懒散 你怎么可以是个懒散的人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这个时候 他的内在就在打架 内在出现了冲突 这个冲突就是他自己内在的本我和超我的一个矛盾 那么这个矛盾转移到了 他跟他老婆的矛盾上面去 这就转移到了 他跟他老婆日常的吵架当中去 来缓解他自己的这种自我攻击和焦虑 那么很多时候 在婚姻当中 我们知道一个有野心 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 一个有责任性的男人 很多时候 在他经历一段时间 可能没有什么事情做 或者累了 或者躺平的时候 他经常会陷入到这种自我攻击当中去 那么为了缓解这种自我攻击跟焦虑 他会选择把这个矛盾 转移到他和他的老婆身上 那么后面 他想要维护好这段婚姻关系 那么也是为了什么 满足超我和本我的这个矛盾 通过吵架来平衡这个东西 所以潜意识的这个层面 也就是说不被他察觉的东西 是他自身有一种情怀 他有一个目标的 他想在这个世界上面 留下一些东西来 这个就是一个人的超我 他的超我 就要求他做一件 很大很了不起的事情 碍于生活现状 没有办法跳出来 跳出来就意味着风险 他还要在自己的小生活里面 小日子里面 跟他老婆继续过下去 所以他不想承担这种风险 于是出现了一边就是不满 一边是生活的状态 得过且过 那么这个东西 其实跟我们很多人 很多男的 就是我们内在自己的矛盾 很多兄弟们 我们自己内在的矛盾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自己内在的超我 他总想让我们 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有一些正义感 使命感 道德感 这个东西就是来源于 我们的超我 包括其实我自己 做这个行业 也是一样的 很多时候 我的超我 也会这样去鼓励 推动我前进 苛刻的要求我自己 所以这也是一种现象 那么他通过这个 蓝散和低自信 还有丧失自我的 这么一种方式 这么表达出来的 因为他认为自己出现问题了 我自信降低了 我会不会在我老婆面前 丧失自我了 在这关系里面丧失自我了 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防御自己 变得更好 变得更强 变得更上进 所带来的这种高自信和自恋 这样 他的自恋程度 就不会压制对方的自恋 那么当他的自恋 更高的时候 他老婆的自恋程度 就会更低 这是一段关系自恋的动态 当这种自恋动态被打破的时候 关系一定会出现 吵架或者是破裂 他也说过 我很爱我的老婆 这是他对于这段关系 维系关系的一种协调性 但是其实 他跟他老婆 在这段关系中相处的时候 他们双方的自恋 也在碰撞 在这个案例当中 最后 我们从他老婆的角度 怎么看待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唯一能察觉到 看到的一些 可能女方的视角 吵架的关键在于接受跟允许 就是这个接受 是我接受你某一方面的很好 但是不允许你某一方面不好 所以会产生矛盾 这是所有问题争吵的根本的一个原因 也就是说 他老婆很满意 他的经济状况 可以保证整个家庭的开支跟维持 但是他不允许 他老公躺平摆烂和享受当下 还是希望男生条件再好一点 毕竟谁能抱怨说 我的生活变得更好 变得越来越好 变得比以前好 没有人会去抱怨这件事情 没有人不想这件事情 所以他感觉 也必须时刻保持这种上进心 然后这个女的 他自己就可以长期享受了 相当于既要好的一面 但是又不想承受坏的一面 这个逻辑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男女很多东西都是很相似的 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么短的一个介绍当中 兄弟介绍给我们的案例当中 他的婚姻关系当中 所看到的很多问题 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本体 我们这个个体出了很多的毛病 但是我们把这个问题投射到了 放到了我们的长期关系里面 甚至投射到了我们的爱人 我们的老婆 我们的女朋友身上 导致关系当中的很多的冲突 而且这些潜意识里面的东西 是不被我们自己在关系当中去察觉的 我们很多时候只会去指责对方 或者会形成自我攻击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去解决任何的问题 如果想要解决问题 必须要看清首先 察觉到自己的问题是到底是哪里 而且去看见这个事情 它本身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我们才有可能正确的解决这个问题 发现自己的毛病 今天的这个案例 我们就讲到这里 兄弟们如果在你们的长期关系当中 在你们的两性关系当中 你们有问题 或者有具体的案例 想要来找我帮助你解决 想来咨询我 非常欢迎你添加我的联系方式 跟我本人链接 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Ryan91cc 也可以添加我的LINE Ryan实战的拼音 都可以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This is Ry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